王一平牧师解放前出生于上海 家庭是小群聚会所 童年移居香港 在教会学校成长现身 毕业后投身亚洲归主协会 往亚洲最封闭地区 做前线宣教 超过半个世纪 于文化革命期间 王牧师开拓了中国福音广播 三十多年播送荒漠甘泉 一直到九七香港回归祖国 在七十年代 王牧师已经亲身进入中国农村 服侍家庭教会 培训童工 也供应数以万计的圣经 荒漠甘泉 嘉南施选 及无数的讲道卡式录音卷 中国改革开放时 他应邀在国内成立爱心行动慈善机构 专门服侍贫困母亲 多次获选为全国慈善模范 进入新喜年代 王牧师为国内城市新兴教会 提供国际认可的高级神学课程 特别着重塑造 侍奉学博士 一生虽然现身全亚洲宣教 王牧师心中一直认定 中国人珍视自己的骨肉之亲 故此以退休之年 制作这一套从心中发出的讲道集 寄望仍然祝福同胞 弟兄姊妹平安 网上的好朋友 谢谢你 一起来收看今天这个项目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是人人应该关心的 我怎么样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 来我们来看神的话语 一起念 看门的就给主开门 羊也听见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僧人跑的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然会逃跑的 我那年是十岁 从上海移居到香港 第一件事情 父母就找教会 妈妈就找到了这个在中环的 当时全香港最高的那栋大楼里头有个教会 前边就是维多里亚海港 非常漂亮 不过这个教会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创办者 圣劳牧师 圣劳原本是在陕西做宣教的 后来解放了就来香港 他是第一位在香港用求偿来开步道会的 他有特别的使徒的恩赐 医病赶鬼大有能力 我替他做过翻译的 他真是医病赶鬼 一句话就成就的了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 常才在教会里头待的 那时候教会门户围穿的 整天有人上来求生劳牧师 为他们祷告 我就是做了他的翻译了 我就感到很奇怪 圣劳牧师常常会说 神告诉我 神对我讲 我听见神的声音 很平常的 当然物仪类聚的 来探访他的海外的牧师们 在台上讲道 有时候我是做翻译的 也是轻描淡写的就说 神告诉我要来香港 神指示我今天要讲这一篇的信息 圣劳牧师有一次在主要上午聚会的时候 就说神告诉我今天晚上在这个特会上 他会医治长短脚的人 你如果有认读 要听见神的说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场景 你记得吗 他看见这个火药过去 神说你不能过来 脱掉你的鞋子 记得吗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的 耶和华的侍者警告他说 摩西摩西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而且大声地宣告神的身份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呢 摩西蒙上脸的 非常非常惧怕看见神的 好了 到了新约 彼得 彼得这个是大门徒了 但是 神对他讲话的时候呢 也是有不成长的处境 才让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要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你记得吗 他在这个赛台上 三次有这块大布降下来 里头是充满了不洁的食物 要他吃 比如说我不吃 我不吃 神的声音是说 是我洁净的 你就要吃 哇 不过这个是他的一个意象 另外一次呢 是蛇室蛇地的 他在监牢里头 睡着了 你记得吗 蛇的侍者来 对他讲话 要拍醒他的 叫他起来 然后他的锁链就断开了 门就打开了 哎呀 很厉害 他走出来的时候 彼得还不相信 这个是蛇蛇 他还以为是在意象里头的 那么保罗呢 保罗听见神的声音 是好像打雷一样的 他好像给一条大棍子 敲了一棒的 摔在地上的 他就问了 主啊 主啊 你是谁啊 主说 我就是你 逼迫的耶稣 你用脚贴我 按照圣经 听到神的声音 是这么厉害的 所以 难怪我上学 那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 在学校里头 有基督徒团契的 有老师带领 我们这批基督徒学生的 老师就告诉我们 神对人说的话 全记载在这本书里头的了 神现在不再向人讲话了 我在教会 那些牧师们 那些来访问我们的宣教师们 这些外国人 不停地说 神对我说 对我这个年轻的人 我就有这个以为了 我以为神只是讲英语的 对洋人就会讲话的 对我们华人就不再讲话的了 那么到底神说不说话呢 为什么有人会听见 有人反而是听不见的呢 最好的例子 可能就是 童子 撒姆尔 在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 稀少 不常有默示 不常开身 好了 但是耶和华 呼唤撒姆尔 撒姆尔就说 我在这里 好了 这个是听神声音的 第一个条件 你是在神面前 第二个条件呢 来 我们看下去 耶和华又来站着 像前三次一样的呼唤说 撒姆尔 撒姆尔 撒姆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 静听 在神面前 仆人 静听 撒姆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就是在他一生当中 神是不停地 对撒姆尔是讲话的 到后来 我教神学了 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 神的话语 原来有两种的 第一种呢 就是全部的启示 人人领受的 原文是讲 logos 中文翻译呢 就是道 这个是神的道 另外呢 神对特别的人 有特殊的启示 是给他个别领受的 原文呢 就叫做 Vima 这个是个别性的启示 我有一个好同工 这个洋人白头发的 叫做Chuck Pierce 皮亚斯 很出名的 国际上 人人公认 他是一个当代的先知 几年前 我跟他一起给邀请 去到马来西亚 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牧师 开大会 五百多个 六百个 马来西亚华人教会的牧师 聚在一起 那我是教导的 我天天就讲两堂 教导的信息 Chuck Pierce 有一天晚上 忽然之间 他就大声宣布 今天我不讲道 今天我领受了神的声音 马来西亚教会的牧者们站起来 你们要观看 神要在马来西亚行大事 这个大事是你们想也没有想过 根本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马来西亚的教会 你们要准备好 神要行大事 当时没有人知道 他讲的大事是什么 两个月之后 马来西亚大选 真是起了一个政治的海啸 当权几十年 从马来西亚立国 一直当权的这个党派 牢固不可摇动的 竟然在选举开头几个小时 就给推翻了 马来西亚的政治 起了一个跟天换地的改变 那时候教会就明白了 神的先知 预兆已经告诉了我们 叫我们为这个新的改变来做准备 我告诉你 Chak这个人 常常给国际的电视也访问的 他常常都有神的声音 为了当代的世界的人也好 教会的人也好 他会发出宣告 这个人很奇怪的 我虽然不是常常跟人应酬的 但是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总会跟当地的人吃一两顿饭的 Chak 从来不跟人吃饭的 他从来就是躲在自己的酒店房间 叫东西上来吃的 不离开房间的 就是在神面前等候 他写的书 也是做这样的教导 When God speaks 当神讲话的时候 你准备好了 如何来聆听神的声音了吗 我看 起码有这几点 不单只是圣经的话 我也在我同工Chapius身上 看见这些实现的 第一 你要起目亲近神 最重要的 不是朋友 最重要的 甚至不是你的配偶 最重要的 有没有跟神亲近 大卫怎么说 神啊 我的心起目你 如露 其目七岁 我的心 渴望神 就是永生的神 我几时能够朝见神 第二 神的话语 圣经说 神的话语 重在我们里头 已经折在我们里头了 我们心里 存着神的道 有没有让他发芽 砸根 生长 这种过程呢 就会让我们 对神的话语 有特别的敏感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重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 被 恩 感 这个 Grace Karis 也代表 圣灵的着工 心 被 圣灵 感动 能够 歌颂神 遵守 神 第三 安静 忍耐 在神面前的 等候 这个 可能是我一世人 最大 最大的 自我对付 因为我这个人 停不下 进不了的 太多 活动了 最近 这两年的 新冠病毒 把我也好好的 对付了 一顿 让我学习了 在神面前 安静的 等候 来 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你们得救 在福 归回 安息 你们得力 在福 平静 安稳 第四 怎么能够听到 神的声音呢 弟兄姊妹 神的道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硬的 见更快 甚至魂和灵 国籍和国碎 都能刺热 否开 连心中的 试验 和主意 都能够 变明的 他有这种 开刀的 能量 下一个 插焰 顺服 你要知道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 世上的灵 乃是 从神 而来的 圣灵 叫我们 能够知道 神开恩 赐给我们的 事 所以 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 先知的讲论 但是 凡事 都要测验 善美的 要持守 各样的 二事 就要境界 不做 让圣灵在你里头 做这个提醒 当我们学习了 这样来聆听神的话语 这一句圣经 就有意思了 你的话 就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每一步路 你都照耀我的 当我们聆听了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 做这一个的 检查的 最要紧 就是你所听见的 是和服 圣经的 因为你所听见的 是个人的领受 个人的启示 在原文上就是讲 是Rima 但是Rima 绝对不会违反 Logos 神的道 神的圣经 弟兄姊妹 我还要警告大家 不要迷信 不要神神怪怪的说 好 我闭上眼睛 打开圣经 手指按下去 那一句 就是神对我说话了 你小心 你这样做 很可能是会 翻到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指下去 就是说 他就出去 上吊 死了 第二 当你听见神的话语 如果你想按着去做的时候 你会更像基督吗 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 神对我们的旨意 最大最大的 就是让我们效法基督 越来越像 他的儿子基督 第三 我所听见的 是神给我的启示 你可以在教会里头 找长辈 找属灵的同伴 跟他们分享 圣经就是要这样说 谋事众多 就有智慧了 智慧 这个原文 这个字呢 是就会 更清楚的 认识 神了 众人 都以为是 美的吗 下一个 是真的 对我说话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神对我说 王一平 我要你去 好好的来管理 这个机构 或者说 王一平 我要你去看看 这一盘的树 要做会计的工作 我可以肯定说 神啊 你打错电话了 因为这个根本 不是我的恩赐 根本不是我的长相 管理 跟这个计算 绝对不是 给我的责任 给我的 应该是配合 我的性格 配合 我的呼召 配合 我的恩赐 配合 我的意象 神不会把不是你的东西 告诉你 要你去做的 下一个 有平安 印证吗 我姐姐 知道我是一个宣教士 而且 专门是 去打开 同门 铁山的 哪一个地区 是关闭的 没有宣教士的 我就会去 来打破 这个 困境 开一条 新的道路 每一次去这些 艰难的 往往也是危险的地方 我姐姐也好 家人也好 同工也好 都会为我 窃窃的祷告 曾经有人问我 你害怕吗 到这些 关闭的 崖子的地区 我的回答是说 我跟神的关系里头 没有害怕 这两个字 只是有平安 来印证 就可以了 把九年 破零围墙倒了 九零年 我就去到了 给苏俄责民的 外蒙古 七十多年 是完全关闭的 九零年头 我进去的时候 数到了 有三个基督徒 一个英国人 娶了一个蒙古太太 还有一个芬兰领事馆的 姊妹 全国只有三个基督徒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七十年 无神论 七十年 是专政的 你去这样的地方 你害怕吗 平安 还有果汁 十年之后 外蒙古的教会 从三个人 变成了 十四万的 爆炸性的增长 有平安 有果汁 来印证 最后一个 到底 四十 成了吗 神对你讲的话 四十了吗 大概三几年前吧 有一天早上 我还是走路去公园的时候 就是六点多钟 包姆斯打电话给我 很奇怪 没有人这么早打电话来的 他就说 王一平 我昨天着梦 我梦见你的小儿子 哭得很厉害 很厉害 我说 包姆斯啊 包姆斯是我的朋友 五十多年的了 我说 你上一次看见我小儿子 是几十的了 他说 大概是三十五年前吧 不过 我一看见 这个两岁多 三岁不到的孩子在哭 我就认清楚 他是你的儿子 他很受伤 他心里头 受了很大 很大的痛苦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相信你问他 他也不可以告诉你 我知道是神要我们 为你的小儿子 窃窃祷告 我就进神了 包姆斯也进神了 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回去美国 我找我小儿子 我说 孩子 一个月前 这个星期 你碰上了什么事 叫你痛哭流泪 叫你很伤心 很受伤 他张开口 瞪着眼 看着我 他说 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也没有讲过 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知道的 但是神知道 他就要我跟包姆斯 用祷告来托起了我的小儿子 弟兄姊妹 神对我们说话 永不落空 这个是圣经所讲的 神的话语 不会突然而返的 神必定成就 他所说的 弟兄姊妹 我们活在这个日子 我们活在这个日子 真的需要听见神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和华说 日子到了 我必定命 饥荒降在地上 人 饥饿 并非因为无病 干渴 并非因为无水 乃是因为听不到 耶和华的声音 我们可以 领听神的声音 我们可以 宝贝神的声音 我们更可以 向这个时代 来传扬 神 今天的声音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